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讲讲氛围美人 一 什么是氛围美人 氛围美人指的是拥有非标准长相 通过后天努力营造出独特气质的一类女生 比如韩国女星金敏喜 她的脸型 眼鼻硬件都比较一般 但是她的脸型五官组合到一起 再配合妆容造型 就有一股风情妩媚的美人气质 汤维的颜值bug其实也很明显 比如脸平 面部留白过多 发际限高 流尖等等 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国内第一文艺女神 金高银和孔孝珍也是在硬件不佳的情况下 美出了氛围 二 颜值底色是氛围美的基础 美与吸引不只是靠五官 但一定是围绕着五官展开的 对于气质指向明显的长相来说 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颜值 底色 扬长臂端 比如金敏喜的整体长相是偏成熟化的 跟韩系正统美女的长相基本是两个极端 如果一味往韩式少女脸调整 不仅费力 还容易失去辨识度 而慵懒风情的红唇和大波浪卷发 反而能发挥出成熟长相的美感 汤围舒展且留白度高的淡眼也拥有难得的古典文艺气质 在古典文艺的气质上顺势而为 才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汤围 三 氛围对美感的提升 氛围其实是通过光感 姿态 情境和配色 打造出来的整体感觉 其中最常用的就是光感和配色 统一光线的色温特别能够营造统一的氛围 对于整体颜值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风格属性不明显的长相来说 统一色调的氛围可以营造新鲜感和短暂的惊艳感 从而提升原生气质 比如婉婉的莫兰迪配色加柔和光线 再加上艺术感背景的辅助 营造出来的整体美感就足以让我们忽略部分颜值硬伤 女明星红毯常用的哑光黑加珠红色唇膏 加亮色配饰的黑玫瑰配色 能带来典雅复古的氛围 也能够帮助女星获得女神感 另外 身体语言和表情管理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感 身体语言不光在展示心理语言 也在向他人释放心理信号 只有充分了解和认可自己 才能表达出独一无二的美